中國武術中有一隻又凶又猛又豹 自人死地的八級拳 怎麼叫八級拳 好,來,我們看這個女生 女生八級拳 日本女生,她弄八級拳 大家注意看,她的軸跟她的肩膀 軸先弄,肩膀一撞,就把她撞到 最後再一拳給她 所以你看,看到沒有 她的肩膀一頂,先把你頂開 所以你剛剛講說,現在泰拳是所謂的八倍神拳 雙手雙腳,軸跟膝蓋 她全身我連軸,肩膀都是 八級講的是掌,手,軸,肩,胯,膝,足 全部都會用上 真的假的 她為什麼全部要用上呢 為什麼 她先把你打開,再掌跟拳置你於死地 所以今天你知道嗎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毛澤東,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 身邊的四位頭子,全是八級拳 真的,你去查,我不能亂講 你說海峽兩岸,這些領導人全部都是八級拳 為什麼全部八級拳,因為你要攻擊她的時候 她先用軸頂你,肩膀先撞,先把你撞離開 就像剛剛那個女生一樣 先把你撞離開,你要保護的人 我再置你於死地 我不要當場,譬如說總統在那邊 有人親近的時候 我不要當場跟你格鬥,那多危險啊 所以她先用軸跟肩膀 先把你制服辦,撞開辦,撞倒 解除危機之後,再取你的命 所以她才是真正全身都是你的武器 全身都是武器 我們剛剛講了,近代五個禮秀人物的進軍教委 都是八級拳高手 他們五個人,通通出自一個師父 誰 李蘇文 他誰 我告訴你,你剛剛問他是誰 這句話,倒進了李蘇文的滄桑 為什麼 就是,他是民國最厲害的第一高手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 我跟你講,你知道霍元甲 知道霍元甲 你知道葉問 知道 我跟你講,民國以來只有兩個人 從來在武術史上沒有敗擊 一個是孫世太極的孫露堂 一個就是李蘇文 他沒有輸過 霍元甲每次上去打外國人的時候 一定要求李蘇文跟孫露堂兩個人在後面 幫他撐住 略證 你知道 然後他遇到,霍元甲遇到李蘇文的時候 一定以異師異友的身份 先向他行李致敬 霍元甲都要敬他三分 對,都要敬他三分 那他跟孫露堂這兩個 民國時代從來沒敗過兩個人 但是聽說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所以他們不要分勝負 他們私下曾經較量過一次 然後呢 但是誰輸誰已經不知道 所以他們也沒講 這是秘密 秘密 好,那既然孫露堂 他的孫子太極還蠻有名的 霍元甲 對他尊敬三分也敬畏三分 但為什麼沒聽過李蘇文 為什麼 因為他的八極權 出手 太狠 太猛 太兇 殺人於無形 所以國書界沒有一個人喜歡他 等一下 我不是就是幫你擋開 幫你推開 然後讓我的組子老點離開嗎 開玩笑 我跟你講 他練到什麼呢 他叫做神槍李蘇文 所以現在八極權 你要學八極權 一定要練槍法 就是因為他 他要練槍法 他的神槍怎麼來的 我先跟你講一下 他神槍的由來 袁世凱 要練兵 把各家武術找來 找他師父 黃士涵 叫他師父生病 所以你代替我去好 李蘇文 一百六十幾公分耶 很瘦拿把槍 就去了 站在那邊 那袁世凱以為 這個人是黃士凱的書童 但這麼小不會 到最後都練完以後 看他一個人站在那邊 說你是幹嘛的 他有代表我師父來的 旁邊一個日本的總教頭 伊藤太郎 哈哈大笑 伊藤太郎 哈哈大笑 你 你會武術 講完之後 他長槍啪一下 伊藤太郎 一戳頭髮 啪啪就掉下來了 伊藤太郎 大怒啪 五十刀拿出來 嘩就一刀砍過去 就凝住不動 李蘇文的槍尖 已經刺進他的河龍了 真的假的 刺進去了 刺進去了 他就下手太狠 所以今天大家沒聽過 他不然刺進去 一挑 就把他四手整個挑出大廳之外 頭就沒了 挑出去之後 那剛好伊藤太郎 有三個地在旁邊 一個秋田 一個野田 還有一個太季 三人把五十刀都拿出來 嘩全部上去 李蘇文一轉身 啪啪啪啪啪 三人全死在當場 他手下不留火口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 手下不留火口 他不留火口的 然後他殺完三個以後 看一個蒼蠅停到那個 紅柱子上面 他回首一到 把那個蒼蠅 殺死 結果 袁世凱走過去看 摸摸摸 柱子上 一點痕跡都沒有 他只傷蒼蠅 不傷這個 不傷柱子 然後轉過來就說 神槍 神槍 就是因為 袁世凱講的神槍 所以他變神槍李蘇文 外號叫神槍李蘇文 好 那這件事情 出來之後 蘇沃有一個拳王 叫托馬洛夫 他到平靜地方 宣布要跟所有的中國人比賽 就打遍平靜高手 全部沒有人 沒有贏他 黃世凱就說 為了國家的延兵 你去一下吧 他去了 他160公斤又瘦上去 托馬洛夫又闖又撞 看不起他 一拳打過來 才一拳打過來 他一騎進去 就剛剛要走一弄 劍一撞 砰一拳打過去 肋骨斷三根 真的 肋骨斷三根 肋骨就斷三根 後來 宋依不致死亡 這麼嚴重 他我跟你講 他就是這樣 他不但槍不留活口 拳也不留活口 他在 天津一個姓許的朋友家做客 有人出來說 門口有人打架 那那個姓許的說 師父你去排解一下 他出去 他很有名 天津有記載 他說不要打了 叫你不要打了 那兩人還打 他走過去一拔 兩個一甩開 兩個人都避命 就這樣死了 就死了 我跟你講 蔣介石很器重一個武術名家 我下次講他的故事 下次 他是南京的中央第一任 國術學校的校長 他就把各界的高手都找來了 好其中找一個李蘇文 那高手來了 那當然 因為李蘇文那時候還沒有名氣 就坐在那邊 另外有兩個 還有一個他 他這個 另外兩個就很囂張 那 那個 那個人就說 你們幾個比一下吧 李蘇文出來 第一個出來 他跟他比 就比武 就把人家打死了 另外一下來 又把人家打死了 人家都武林高手 就在這個 南京中央武術學校第一任校長面前 把他請來兩個課金 當場就打死了 所以 因為李蘇文下手太狠了 所以武林界的人都不喜歡他 我告訴你 李蘇文也知道自己仇敵太多 他仇人太多 所以 他從來不在外面吃東西 他從來不吃別人煮的東西 他只吃他弟子煮的東西 因為他把他被人家下毒 而且 他只有收了20個弟子 他只信任20個弟子 我跟你講 劉雲橋他最後一個弟子 當老蔣的侍衛 李建武 他倒數第二個弟子 當毛澤東的侍衛 好 那 他還有一個絕技 你知道嗎 你跟他打的時候 你不但要怕他的拳 你還不能被他咬到 為什麼 他刺雞不吐骨頭的 什麼叫刺雞不吐骨頭 他就 他肯雞 人家給他師父雞腿 他雞腿一連起來 咕咕咕咕咕咕咕 他把骨頭都推下去 他把雞腿骨頭全部吃下去 人家說 師父雞塊 上面是胸骨對不對 他拿起來咕咕咕咕咕 全部吃掉 後來因為他吃不吐骨頭 人家說 師父你的牙齒到底多厲害 就有一次公開的 人家就故意拿那個 鋪鐵軌的那個枕木 那個枕石 他枕木都吃了 不是 石頭 鐵軌下面不是有石頭嗎 石頭說師父 你可以嚼脆嗎 他把石頭拿起來 咕咕咕咕咕咕 怎麼可能 吐出來是脆石子 他全部把它嚼成脆石子 所以你看他多厲害 那這個被號稱是 民國第一武功高人的人 他的死亡也充滿著傳奇的故事 就你剛剛講到的 沒有想到這個呂蘇文這麼厲害 不但是拳 槍 牙齒 那他怎麼死的咧 我跟你講 他知道他仇人太多 我剛剛講他吃狠 注意怕被毒死對不對 對 他出門絕對猜不到 他出門 大門一開 先丟個椅子出去 任何時候 大門一開 先丟個椅子出去 因為怕 你要用槍對他 他就沒辦法了 先看有沒有埋伏 那椅子丟出去之後 他就走出去了對不對 是 他不走出去 他都從後門跟窗戶 一個輕功種出去 他從來不走前門 但他 他小應到這種程度 但他也怕有人埋伏 所以他先丟椅子 看有沒有埋伏 是 沒人埋伏 他走窗戶或後門出去 所以他一身謹慎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行蹤 但最後 他在天津 還是被毒死了 怎麼可能 那現在有兩種講法 一種是他孫子說 說他不是毒死 他自然死亡 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說法就是 他有一個弟子 被人家收埋了 最後 只有他弟子 才能夠毒死他